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 中国完成了39次航天发射 再度超越所有对手 从北京的航天进展中不能亏见 谁很快便将职全球太空摊花之牛儿 文章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在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不断转到全球 它将在二三十年后 以和种成就震惊还愈的同时 中国国家航天局并未大肆渲染 而是通过例行的通信卫星发射 月2018年华山局号 显然 成功的月球科口 堪称中国航天工业 近来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 这也令北京从追赶者一跃 成为太空开发的领军者之一 同样 我们不妨用俄罗斯有些天方夜潭的月球研究计划来加以比较 重型火箭的研发 改造联盟号飞船用于探月等 我们当然期待着莫斯科的雄心能成为现实 然而 我们未必能够追上不久前 还是涂敌的中国的脚步 请自行判断 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 使用神话中的仙女嫦娥来命名 正式启动于2004年 它包括实现月球探测卫星绕月飞行 发射月球软着陆器 进行月球药品自动取样 并返回地球三个阶段 如今 我们更目睹了今年1月3日 嫦娥4号实现的人类历史上 首次月被软着陆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 首次 一词 因为来自地球的飞行器 从未涉足过月球背面 甚至连美国人都不例外 探月的下一阶段是嫦娥5号的科口 它将在2019年而成 目标是采集月球药品并返回 2020年 按中国的探月安排 将实现航天人的月球登陆 可以笃定的是 这并非意向天开 因为长征9号重型月在火箭里研发 正在紧罗密谷的开展 其他相关设备的打造 以及航天员的培训 也在推进当中 在2050年之前 启动包括火星在内的遥远行星飞行之旅 在同一年 北京还打算发射非网银河系之外的特殊深空探测器 目前 为探索其他星球 寻找地球外文明 中国已经动用了全球独一无二的 体量庞大的球年射电望远近天眼 这就是中国的太空计划 相当现实可行 皆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 显现的是 中国的探月工程 跟它对空间站的打造一样 都在向全球展现自身科技发展的实力与成就 2018年 中国的航圈发射数量 是俄罗斯的两倍还多 若是从整体上评价中国的太空计划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不久前的图里正在迅速追赶 并离在某些方面 超过了老师的水平 在50年前 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中国凭借宇宙速度 迅速跨升全球航天大国之列 目前 中国已经解锁了几乎所有的太空技术和太空探索活动 它正在研发个多次使用的宇宙飞船和超重型火箭 论及北京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航天成就 那么不得不提世界首颗量子卫星莫子号的成功发射 另一个则是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中国航天工业 正按照国家发展的割划 为未来50年破坏的航天战略蓝图 有桥古文的推进 2016中国的《航圈白皮书》中说 中国正说把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使用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来探索太空美临摄资料图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